今天是我来格伦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次 那我会从最简单的角度开始来讨论 那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是机构交易人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大纲是要了解说机构交易人的交易特性 然后机构交易人是怎么推动价格移动的呢 以及时间价格机会我们会介绍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识别出机构的行为 还有一些就是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死盘的练习 做一点解析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机构的行为 了解机构的行为 如果大家在做交易会有一个直觉的想法 或者是你以前可能在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市场上就是有两股力量 这个做多一个是做空 他们在决战对不对 那我都会建议大家就是说 不要只想就是好像是拳击赛两个人在对决 实际上你其实是有四个人在打麻将 四个人在在这个牌桌上 除了多空之外呢 你还有谁呢 你还有散户跟机构 所以他散户的机构呢 个别有多空方 所以总共有四个什么 四个角色在这个市场上面 OK有四个角色在市场上面 好那机构为什么很重要呢 或金融机构或者是你也可以叫大户 或者你可以叫长线 好那我把这些东西我都当做是统一词 就是我们先不要想的太复杂 我都把它当做是一个同意词这样子 好那为什么需要了解他们 因为机构的量体是比较大的 那他对外汇价格会有很实际的影响 好那在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就是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说今天是这个fstrading.com的一个活动 那大家如果还没有在券商有开户的话呢 或者是还不了解就是外汇怎么做交易呢 怎么做一些设定呢 欢迎大家可以到fstrading.com上面去做一些这个设定 看一下那基本上fstrading.com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那大家可以去多了解一下 还有包括就是他背后的这个格伦外汇呢 他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 在澳洲然后2010年 然后都有各方面都受到很好的监管跟设定 所以大家就是不需要担心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各个地方的用户都有在使用 所以大家可以去尽量去使用这样子 好那目前格伦里面有几个这个讲师 那我目前现在也是在这个团队之中 那我叫做王瑞琪 那待会会跟大家做一点介绍 做一点介绍 好那我叫王瑞琪 那我是在台大财经所 那大学之前数学系的 然后呢 后来到美国还有州一大学的费取商学院 还有他的公共所 我们有写出来 那我现在在一家瑞典的摩托资产管理公司呢 做这个瑞典的一家基金公司 做CTO跟partner 那我比较擅长的是比较复杂的风险控管 还有资金管理的技巧 所以我自己在做交易 我没有特别的对 怎么买卖有特别的偏好 所以像有些老师会说 我可能可以怎么样买 我有一些技巧 怎么做判断这样子 那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偏好 那我各个方法都可以 但是我会透过这个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工具呢 来做一点就是风险管理 资金管理的一些技巧这样子 好 那大家有没有讯号现在都还可以吗 都还顺利吗 就是有没有人有觉得会很卡的 那让我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会很卡吗 就是我知道有人可能很卡 那我们看这就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可能画面会慢 因为这种串流的东西就是会稍微延迟这样子 好 OK 好 那主要我交易的对象是货币跟原物料 那我也会交易一些这个美国公司在 那有些原因 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那我自己也在各方面 financial市场里面做过一些研究 那我主要做的研究都是偏向两个方面 一个是市场的波动 随机波动 还有一个是关于市场维结构的部分 那这大概是我的一个背景 好 那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就是机构交易人 为什么机构交易人在外汇里面 我会把它摆在第一堂 或者是第一次的活动中 因为对我来说 这个是几乎所有事情的开始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 因为就是有出版社找我写书这样子 我在出版社的那个书里面的序言 我就想写就是说这个 孙子兵法里面讲什么 孙子兵法里面讲知己知彼 什么百战百胜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如果对你的什么 你对你的敌人如果不够了解的话 你其实是很难 很难把事情做好 你如果只是看这个 打仗的这个态势形势 然后对方撤退 然后我方前进 这样子来做判断 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的时候 你其实要打仗是很难赢的 我用这个角度跟大家来做点切入 所以我们现在就再了解一下 到底我们的对手或者是敌人 或者是说我们的 如果我们赚钱是谁赔钱给我们 我们稍微可以了解一下 一些交易的一些对手 他们的特性是什么 那今天讲的就是机构的这个特性 好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外汇市场中呢 几乎有95%呢 是机构的交易人 好 那我这边没有特别写这个参考的来源 但是我相信大家去找一些资讯 应该都找得到 只有5%是我们这些散户一般人 那就是我们这些这种 就是想要做外汇做投资 然后做一点理财规划 做一点这种投资上的获利 来改善生活 那这个其实只占整个外汇市场里面的什么呢 可能很小的一个比例 5% 所以你从这边就知道呢 你的敌人或者是你的对手 有很高的基础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一群这个机构投资人 OK 所以我们先有这个这样子的想法 好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说 机构交易人他打算怎么买卖 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呢 那我当然不是要大家去这个潜入到这个 这个 某个金融机构里面当做这个间谍这样子 所以 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办法知道 大多数人会觉得很难知道 大多数人会觉得很难知道 好 那我们先简单讲 机构的投资人或交易人 他的一个特性是什么 机构之所以叫机构 或者常见投资人他们最大的特性就是他们的交易量体是很大的 很大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看有一个将军 这个将军出去打仗 对不对 他打仗的时候 他的带的兵很多 对这个就是很大量 OK 那机构投资人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的进场是不定时的 也就是说 他不像是散务说 现在在趋势上面我就赶快进场 当然说也是会 但他变成说 这个动作会可能被均匀的分摊到很多天 或者是很多周 或者是在一天里面的很多个小时 他不是说那么一定就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 去做一个进场 那有些原因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 机构在市场上的反应就是什么 量大 然后被动 我通常习惯讲叫做被动 但是他不一定是被动 但是我们把它先简单理解成 就是他比较不会主动的去采取什么行为 除非有一些讯息 消息面的资讯这样子 所以他的风险承受度也比较高 那不急于进出场这样子 好 OK 那现在还可以吗 好 那我就继续讲 那有问题 就我就待会再来回来帮大家补充了 那哪里如果听不太懂 这个错过了 然后后面有点接不上 那请再留言再告诉我 我还是先尽量先往后讲 那也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就是说我的讲话速度是稍微这个 比较快一点点的 所以不太清楚的地方可以再提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工具叫做市场轮廓 或者叫市场概况 那英文叫做Market Profile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很适合在外汇市场里面来掌握机构的行为 那他比传统的技术分析有更多的一些面向是什么 他可以忽略什么忽略时间面的忽略时间面 他不会提供给你说他预期在未来市场时间会怎么走 那你可以看到说市场对价格的一个共识 也就是说我们不分买方卖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家比较同意的价格 当你看得出来不分买方卖方的时候 你就可以比较聚焦在看到底是散户还是机构 这就是你把一个界限模糊掉 你就比较容易观察到另外一个界限分别出来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识别出长期的交易的行为 长期的这些投资人的一些行为跟态度 那这个就是在比较后面的一些课程才会跟大家来讲 那这就仿佛就是让大家可以站在什么呢 巨人的肩膀上 知己知彼百战不胜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跟切入这样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 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会讲的非常慢 我可以讲很快 但是我想要讲非常慢 让大家仔细的把这个感觉抓到 你以后再看待市场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好我们现在了解的是说 机构交易人是怎么样跟市场 有这个价格的互动 有价格的互动 好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个情况 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这个简报里面 我现在横轴是时间 这种轴是这个 值的这个是金价 我们假设黄金的价格是1000块 在左边蓝色的这个点 蓝色这个点 现在这个机构 我们之所以叫机构 对不对 我们就是机构就是很大的量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先假设就是说 好那假设市场上有一个机构 有一个机构 有一个金融机构 他有很大量的黄金 他有非常多的黄金 他售价是在1000元 他的成本是在1000元 好那就是他有这么多的黄金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什么呢 市场上的供不应求 我们假设就是说 市场上可能没有人提供这个黄金 没有提供这个金条 所以就开始 就是供需法则决定 所以越卖越贵 卖到1800块 价格就是往上1800块 如果你今天是散户的时候 你看到价格这样往上 你会有什么样想法 大家都会觉得说 OK那应该趋势是往上 对不对 你就可能会加码 进场去买进之类的 好那金价就会怎么 只会被越买越贵 越买越贵 好那就会一直往上 好 然后呢 当价格到一个高度的时候 金融机构就会觉得说 价格太高了 他觉得他可以先 获利了结一部分 便宜的时候再买回来 来这个观念很重要 现在这个机构呢 他有一个定量的黄金 那他可能要持有这么多的黄金 可能两三个月 因为呢 对这个金融机构来说呢 他预期黄金会来会涨很多 但是今天因为短时间之内 价格涨太多了 那他觉得没有差 那我就先卖掉一些 我可以之后再买进来 我就继续等嘛 因为对我来说我是做长线 所以我可以做短线的一个调节嘛 对不对 因为如果涨太多 我就先卖掉 然后等到价格如果便宜 我就买回来 如果一直没有跌回来怎么办 那我就在后面一点时间再买 我就认了 但我也赚钱了 因为又没差 对不对 好所以他就会想说 我今天价格太高了 已经超过我的什么 进场的成本价格 所以偏离够远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干嘛 他就想要把它卖掉 所以这个时候 只要有少数的机构 在这个位置去卖的时候 很多散户就什么 继续买继续买 因为价格还在往上 现在只是平 然后继续买 结果价格就会干嘛 价格就会被压住 很多的散户再加上少少的机构 价格就会停在那边 OK价格就会停在那边 好 那OK 所以机构就会做一点短线的调节 就有点像水库的感觉 太多了那就把它泄红这样子 好 这个时候如果各位在做投资 做交易 我们会有什么想法 然后看到价格上去停顿 我们的态度就觉得说 这个涨不上去了 对不对 好像没有办法再上去了 趋势可能准备反转 我跟你讲 大家如果有开始在做交易 或者在FS trading的 这个MT4的平台上面 看市场的走势的话 你只要每天看 不一定要每天看 你今天听完我讲了之后 你早一天 然后看个半天或看个一天 就看个一个晚上这样子 你就会对这个会很有感觉 你就会发现价格就卡住 大家就 所以这时候散户发现涨不上去的时候 可能就会开始有一点短暂的什么 往回的什么反转的一个苗头 苗头 结果当散户也在卖 然后机构也在卖 那时候就会怎么样 就会加剧这个反转的效果 所以原本是撑住了 有一些机构也觉得他可以继续买 但最后就是价格停住 那机构就觉得说 那我就不急着买 或者是我再可以用低一点的价格买 我不急 因为趋势停住了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全部都做sell 大家全部都做空 或者把它卖掉 所以这时候就加剧他的反转 反转下来 好 那他反转到什么位置呢 他会反转到机构的成本价位 也就是说金融机构 他的成本是在一个位置 那他要持有很久 所以等于说他已经卖掉了 赚很多钱 然后接下来干嘛 下跌之后 我再把原本的部位 把它买回来 把原本我卖掉的黄金 短线做一点调节的黄金 我就把它买回来 因为对我来说 对机构来说 或对长线投资人来说 他看的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未来 所以短线的 这只是对他做一个调节 但是我们散户哪有时间 跟机构这样子等个半年一年 所以我们就会被这个趋势往上往下 会很大幅影响我们的一些操作的习惯 或是交易的一个习惯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闻到一个味道是什么 闻到一个味道就是说 如果某种程度我们今天能知道机构的什么 它的一个成本的价格的话 我们就好像可以知道机构的行为是什么 而且这个机构的成本价位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蛛丝马迹 有一点小限 你不用潜入到什么花旗园 潜入到什么去做间谍活动 不用 你只需要什么 你只需要透过一些方法把握住这个蛛丝马迹 你就可以找到机构的成本价位 什么蛛丝马迹呢 很简单 依照我们刚刚那样子讲 价格只要足够偏离机构的什么 它的一个进场的价格 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发生机构会做一个短线的调节 对不对 然后回到机构的成本价格 机构就会进货 所以机构一进货 价格也会卡在那边 因为把它撑住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什么 这个位置就是好像对涨对跌 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吸引力 跌太多他也买回来 涨太多 我又把它卖掉 然后回来我再清掉 所以他好像会把它吸住 把它吸住 大家有一个感觉 把它吸住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把它抓住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透过一些方法 能观察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机构的成本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判断 它的行为是什么 好 所以在刚刚的过程中就是什么 价格的这个上去的过程中 我都叫进价 然后进价 就是在这个竞标的感觉 好 在进价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机构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机构基本上是比较缓慢的 或者是比较悠悠哉哉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讲说 他对时间是不敏感的 这待会我会讲 就是因为对机构来说 他是比较像是锁定价格 他根本不管 你今天是在美国时间的7点涨到1800 还是在美国时间的7点半涨到1800 对他来说就是什么 成本价位已经足够偏离 他说可能会有些趋势或什么 但是他基本上对时间是比较不会敏感 他是对他的成本之敏感 OK 然后价格会倾向被吸到什么 机构的一个进货的成本 OK 那我这边没有讲的是什么呢 机构可能有买方跟卖方 所以往下也会被卖方获利了结 网上也会被买方获利了结 这样子 好 所以就会反复跌到什么横盘的价格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 如果有开始在做交易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你真的用一些指标 试着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知道不会赚钱 但是你试着简单的去买进 你会发现 怎么每次买都好像价格都有一个回答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机构 他就是会把价格拉回到他的成本价位 所以如果你没有识别出来 你在任何价位进场 你都会觉得好像价格在跟你做对 价格在跟你做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如果你可以试着再做交易 你就会发现 就有这样的一个feeling 有一个感觉 好所以在上面刚前面这个故事 大家能听得懂吗 我讲的非常慢 就是说如果今天机构真的有在市场上 有在做交易的话 他一定是很大的量体 那他会有一些想法 他会做短线的调节 所以导致机构成本价会有一个蛛丝马迹 就是价格会倾向往机构成本价移动 所以我们透过这方法来找到他 那就可以找到机构的这个行为 那这样子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 能不能听得懂 这样子可以吗 好来 就是大家能不能听得懂 给我一点feedback 如果听不懂 请跟我说一声 听不懂 我刚刚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大家能不能听得懂 好 我如果讲太快或者是怎么样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好 OK 好 如果你本身有在做交易的话 你可能已经很敏锐的感觉到一些方向 那我接下来讲的是给那些 已经有在做交易的人 你可能发现什么呢 机构的成本价 或者是这个机构的网上 他要拒绝的这个位置 很接近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个支撑跟压力 支撑跟压力的感觉 你已经很接近了 那这个我以后才会讲 OK 好 那很接近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支撑跟压力是有用的 所以你看看 你现在在其他地方学 你做交易 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说支撑压力到底怎么来 我现在就跟你讲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如果今天在这个市场里面 没有明显的什么 明显的大户的话 基本上 你不太容易有稳定的支撑跟压力 尤其是最近的新闻 比特币对不对 碰到新高了 66000 所以这些都是 大家如果了解这个的话 你以后看市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今天时间很多 所以我会待会再带一些实际的看盘 你以后看走势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feeling 不一样的feeling OK 好 那大概是这样 OK 大家如果有问题就随时提出来 因为这是第一堂 所以我会希望把观念 或者是基本原则的东西 讲得尽量简单 然后等到后面开始 要讲比较难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比较加快 这样子 好 好 我们接下来讲说什么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学到一个观念 就说 机构的成本价位 好像仿佛会对市场有一个吸引力 吸引力 虽然说我们没办法观察到 我们也没办法去拿 这个刀子架在这个什么 什么银行的CEO脖子上 去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成本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市场的出事码机观察到 好 那我们要怎么观察到呢 好 来我们先看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市场的走势的K线图 那如果你本身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很简单跟大家讲 你只要把这一根一根 当成是一个资料就好了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话 你就把它想成就是价格从这边上来 再从这边下去 再上来 这样就上去下来 再上来 好 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图 好 如果我们今天把市场的走势的这个图 把这个每一根的位置 我们用一个圆圈圈 圆圈圈 这个把它 把价格盖上去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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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这样子一个一个把它盖起来 一个一个盖起来 好 这个圈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圈我们叫做时间价格机会 好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 我们能用这个价格买到的机会 好 这个时间在这个价格 我们可以买到的机会 好 所以就是把它圈圈圈圈圈起来 这个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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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圈圈圈有什么好处呢 他会逼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价格没有到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一般人在做交易分析的时候 我们都很执着市场的走势 划线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大家可能对价格没有到的 那个留白的地方 这个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 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 就会让你对这个留白的地方 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留白地方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好我们再继续往后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什么 把整个K线图 我们就把它圈圈圈圈出来 每个时间在这个价格 这个时间我在这个价格有这个机会 这个时间我在这个价格有这个机会 我就把它圈圈圈圈起来 好接下来呢 我要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好什么事情呢 我开始依序的把它往右去对齐 好所以你就想象什么呢 想象你有一只手 然后把这个圈圈圈 把它从左边往右边推过去 好那我就推好推第一排 那我再推第二排 对不对 然后第二排就很多圈圈圈圈圈 对不对 好那我再推什么呢 我再推第三排 好这个第三排 第三排的位置 好把它推过去 然后把它推过去 好推完这些东西之后 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很重要就是什么 代表说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 在这段时间我能用这个价格买到的机会 它的累计就会在什么 在右边的圈圈 对不对 也就是说越多圈圈代表说什么 在这段时间 我能用这个价格买到的机会干嘛 就越高 好就越高 OK好 所以在比较小的地方 它的圈圈就比较少 那在比较多经过的地方 它的圈圈就什么 它的圈圈就比较多 它的圈圈就比较多 好到这边听得懂吗 这个圈圈圈的这个概念 好一个时间一个价格 但是我把它累积起来就可以看到的是 这段时间这个价格 你能买到的机会这样子 好到这边大家可以听得懂吗 或者是听不懂的 可以跟我说一声 这个观念 可以吗 这个观念 应该是可以 好希望 OK 好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很正常的再继续往下讲下去 好 那如果你是比较进阶的朋友 或者是你脑袋里面已经装了很多 交易的知识 然后交易的方法 你看了一堆交易的书 请你去思考 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跟你脑袋学的 到底有哪些地方一样 哪些东西不一样 好 我着重的点 跟你学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差别 好 那如果你是新学的 你就照着我学 好 那如果你是已经有经验的 你去比较一下你的知识 好 比较一下你的经验 好 去看看我今天讲的东西 跟你学的是有什么差别 好 那如果我们把它累积起来呢 的那个圈圈圈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市场轮廓或者叫市场概况 或者我们可以叫做market profile 好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叫profile呢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累积出来的这个幅度 就会有边突 有边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轮廓了 我的习惯中文是叫轮廓 那网络上也有人叫做市场概况 也有人叫做市场分布 就是market profile 这profile 这个概念这样子 好 那这个接下来我要有一个最大的这个问题 大家只要懂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累积完了 那再照我刚刚前面第一段讲的 机构的成本价位呢 是什么 是最容易这个吸引到这个价格 会回到它的位置的时候 那请大家看看现在荧幕上的这个选择题 ABCD 好 请大家猜猜看 你觉得如果我今天是机构 或者是今天市场上有一批机构 好 他们的成本价位会趋向于哪个位置 好 哪个位置 OK 来思考一下 好 来 看能不能在这个聊天室帮我打出来 就是说你们觉得机构的成本价位 会在哪个位置 机构成本价位在哪个位置 OK 很好 对不对 好 大家可以打一下 ABCD这四个题目 这四个选择题 大家今天只要能回答正确的话 好 那就会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就目的 就是要带给大家这个东西 好 想一下 对不对 很好 好 有些人会认为是C 有些人会认为是B 对不对 好 C到D之间 OK 好 OK 好 我没有特别把价格走势画出来 对不对 大家你没有看到价格走势 的确有走势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判断 但如果在我现在给大家这样子的概念里面 我们可以简单先判断什么简单先判断机构的成本价位 可能是在B这个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价格无论怎么走都好像会回到B OK 我虽然说没有给大家看到走势 但是好像无论怎么走都会到B OK 但你会说不对 B前面是盘整什么什么 OK 好 但是你如果知道是盘整 你其实也慢慢回答到了问题 这样子 好 答案其实是在B 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这样子很有限的条件 我们先简单判断机构的成本 它就是在B这个位置 机构成本在B这个位置 你会说不对 有可能是在C到D之间 当然也有可能 好 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跟大家讲一个更进一步的答案 机构的成本是分散在所有每一天 不同天的不同的什么 轮廓的这些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散户跟机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散户你不爽 你就可以不要买 你可以明天就把这个账户把它关掉 你就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离开这个花花绿绿的这个交易世界 但是机构呢 他每天都被迫要在市场进行交易 无论是因为他可能有换汇的需求 或者是他有保险的各种需求 他必要需要去买进这么多黄金 买进这么多美元 买进这么多欧元这样子 所以机构被迫 每天都要去调节他的一些部位 所以其实成本会在很多地方 但是我今天只有这个题目这里呢 他就是我们就先简单猜测 他就可能是在B这个位置 好 那你心里可能会很多问题 好 那这个问题很好 那这个问题你就带着 你就带着 我们待会再看怎么样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然后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不服气 然后你觉得 其实这不应该是B 然后应该是这个C 或者是应该是D 这样子 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答案不是B的话 你就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机构的成本价是有吸引力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ACD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这些位置的累积出来的什么呢 交易的机会不多 所以也就是说价格回到ACD的机会是不多的 那这样子机构 如果真的今天在这市场里面做交易的话 他的成本怎么会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好 OK 好 那你说很多条件 对了我知道 那用低谈课 所以就是先跟大家做一点 简单的了解这样子 好 那这个B这个位置就很有趣 他就会对市场带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影响 很多不一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变化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到今天的这个一个 石盘的一个案例的解析 然后做一点 跟大家做一点讲解 他在讲解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那个FSTrading的这个 他的MT4的这个平台 他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平台 他已经内建了这个市场轮廓的指标 经过这个市场轮廓的指标 我把它分享一下 机构吸筹的地方很小吗 对没错 对机构吸筹的地方很小 你仔细想 如果是机构的话呢 他没有道理要去 这个很有趣 就是对于机构来说呢 成本价格的稳定 比起他到底有没有赚钱来的更重要 比起他有没有赚钱来的更重要 他的成本是不是足够的稳定 那我有有些东西我没有讲 那有些人如果更懂机构会做的一些交易策略 他的一些execution的一些策略 什么BWAP或什么什么 基本上你会发现机构没有动力在价格很变动的时候 去什么 去做大量的这个 像你讲的吸筹 或者是说这个进场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市场轮廓 大家如果下载这个meta trader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个指标 FS trading现在已经内建在里面了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可以下载 好 那大家也不要想太多 就是meta trader你可以装很多个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 你已经有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再把这个FS trading把它抓下来 好 比较一下这两个券商之间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 好 那Money Profile这边呢 有一份文件 那大家可以去看 那在这份文件最后面这里呢 除了教你怎么设定这些市场轮廓的指标呢 待会我会带秀给大家之外 他有一个下载的连结 下载的连结 所以大家可以去把它抓下来这样子 好 那另外一份资料就是这个 也是一样 就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 把市场轮廓的指标 装到这个meta trader里面的话呢 你也可以这个 照着这个步骤呢 把指标一步一步的把它放进去 那一样有问题呢 FSTrading这边都会提供你一些帮忙或协助 那你可以再找他们的这个 一些客服来做一点联络 做一点了解 好 OK 那这边就是简单告诉大家 那如果你现在不想搞这么麻烦 那很简单 你就去到FSTrading.com 把他的这个MT4的平台下载下来 然后就可以 好 那我现在要这个来 来做一点简单的示范 好 简单做一点简单的示范 好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这个 Terminal的话呢 有这个META MT4的这个平台呢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我现在要来分享我的荧幕 好 等我一下 好 好 大家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OK 好 好 OK 应该是有吧 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呢 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呢 好 那我现在用的是英文的 那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你装下来是英文的话呢 在他的这个右左上角的这边呢 有一个语言可以换成中文的 或是简体中文或者是繁体中文 都可以自己设定 好 那换了语言他就要重开了 所以我就先不做了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开了一个这个MT4的这个平台呢 打开来之后呢 你可以在左上角这边 这边市场的这些资讯这里呢 左上角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里 我把它画一下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价格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不认识这些东西呢 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那假设我们知道的话呢 我们就先开个这个 Aural Dollar EUR USD 把它打开来 好 打开来 好 那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它的市场的一个走势的图 好 那我们先把一些东西关掉 这是一些杂杂 杂东西关掉 你可以做一些设定 在图表这边呢 你按右键的Property这边呢 你可以做一些设定 我的习惯是看这个绿色跟黑色 那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好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我先把它做一点简单的设定 好 那每个人都可以做一点自己的设定 好 OK 我们把它放一放 好 然后呢 好 如果你今天已经把它抓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在左边这个什么导览列这边 你会看到一个叫做Market Profile的这个 技术指标 然后呢 你就可以干嘛呢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拉着放上来 好 放上来 放上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做简单的示范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先看什么呢 我们看日线 好 日线叫做Daily Daily叫日线 我们就把这边选Daily 我通常会看 这个是时间 你要看几个 在日线 我通常会看22天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外汇市场里面一个月大概是22天 好 所以我们就是看22天 好 看22天 这样子 我的习惯 然后这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自己的习惯 这样子 好 那你会发现你放上来之后呢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什么警告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看日的轮廓的话呢 你应该要把你的现在这个画面的这个这个价格呢 切一个更小的一个time frame 时间的尺度或周期 所以我们就把它换到比较小的周期 好 所以你切过去你就会看到了 OK 你就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轮廓 把它画在什么呢 画在这个每一天的这个价格前面 好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一天的这个all dollar的走势 这个欧元美元的走势 一个一个 然后呢 我把每一天的这段时间的什么呢 价格做一个累积 画出一个一天的轮廓 好 在外汇市场里面呢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如果你有很多什么交易讯号啊 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交易方法 其实你不需要那么麻烦 你其实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交易方法 适当的考虑时间因素进去 比如说你到底在什么时间做交易 其实你的结果就不会太差 反而你刻意的想要很通用的 找到一个方法 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用 你反而会在计算上 在程式上 或在这个交易技术上面 都会搞得太复杂 好 所以你这样把它放在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的轮廓 好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呢 我们今天的轮廓在这边 好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轮廓 好 现在的轮廓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现在的轮廓 价格还在走 对不对 价格还在走 那昨天的这个地方呢 是价格往上又往下 然后在这边震大 然后又往下 对不对 然后它就轮廓累积起来 就是在左边这边 好 那你会看到说 这边有一些是蓝色 有些是红色 对不对 好 就说蓝色就是什么呢 比较暗的颜色 它就是比较早的时间累积起来的 那比较鲜红色 越亮的红色 就是越晚的时间 把它累积起来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看 这个时间因素进来呢 好 因为有时候呢 在外卫市场里面呢 我们会知道 就是有欧洲 美国时间 就是说欧洲的人上班的时间 美国人上班的时间 就是会有这个 不同的时区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就帮助我们判断说 到底主要是谁在影响 这样子 好 那通常来说 亚洲时间通常都是最少 最少的波动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边 就是什么呢 这段时间 它把它累积起来 轮廓是这样 这样对不对 好 那一样 跟大家来玩一个小游戏 我们会认为机构 假设在今天呢 有一个 昨天有做一个进出场 那它的成本价会在哪里呢 好 我一样写一下 A B C D 我随便写 E都可以 好 你可以自己选一下 你觉得 就是我讲的 这个位置 好 就是C 好 OK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原回答 就是C 对不对 好 OK 很好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价格在这个位置 只要偏离都会回来 就是说这里好像就是今天 昨天一整天过去呢 价格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价格就在这个位置 聪明的人可能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也就是说今天的什么 今天的市场轮廓 你有没有发觉 它的其中一个高峰的位置呢 因为今天还没结束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它的最高峰位是哪里 好像跟昨天的位置差不多 对不对 对不对 是差不多 对不对 好 今天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时间倒退 倒退到这个 我们开课还没开始之前 你如果已经知道今天的知识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判断什么 判断说这边可能是一个什么呢 机构的一个成本价位 那因为机构在短时间 他不太会什么 他不太会去调整这个 就他不会太频繁的去改变 他的一些东西 所以基本上就是会在这边 就是做交易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如果今天机构都是这样想的话 机构也会看这个指标啊 对不对 机构也是这样想的话呢 他就觉得说 好 那价格在这边一定会卡 所以我也会倾向在这边来做买卖 可能我会在这边做sale之类的 我在这边做空这样子 因为我已经知道昨天 对不对 昨天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倾向在这边做 好 所以也就是说你会发现高峰的位置 好像会什么 好像会有点延续的感觉 好像好像某种程度会有点延续的感觉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 一个简单的轮廓的判断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投资人可能会 机构的人他们可能会在哪里做交易 这样机构可能会在哪里做交易 好 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这样子 好那你会发现这个指标放上来 你会看到有几个价位 那第一个你会看到中间的这个价位 那中间这个价位值的事情就是 OK好 分享的画面应该还在吧 好看一下 大家现在有看到画面吗 好 大家有看到画面吗 我的分享画面应该还是在 好 那有时候可能有些网络问题 那请大家可能就是 重新读取或重新进来 那稍微错过一点点 应该没有关系 那有问题可以再提出来 好 那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价位对不对 在做市场轮廓这个指标的时候 这个中间的价位就会把什么 把今天最高的位置放出来 今天最高的位置放出来 那另外呢 他会把什么呢 他会把左右两边呢 一个大概一个比例的这个 可能是涵盖掉今天所有机会的什么 大概6到7成的位置 他会把上下把它标出来 OK 但是因为上下的厚度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上方就比较薄 下方比较厚对不对 所以上方比较薄 所以他的涵盖位置要涵盖到这么多 就会比较远一点点这样子 就会看到有另外两个是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指标放上来就可以帮助你判断 就是说OK 机构的成本很可能在这边 然后范围可能是在这里 范围可能是在这里 可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让自己做一点判断这样子 好 那这就是一个市场轮廓的 一个使用 你可以看到这边 你会知道机构的一个 一个成本的价位 OK 能不能使用润吗 好 那下次再看看 再看怎么处理这样子 好 那OK 好 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累积出来的机构成本价位 有多么的神奇 你会发现这会非常非常神奇 所以你看 我们看22天对不对 我们就从这个今天这里开始往回看 我常常会建议大家就是这样子 在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可以把什么 你可以放横线放在什么 横线放在这个 你放市场轮廓出来的这个高峰的 这个最尖的位置这里 好 那怎么放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刚的动作 先点左上角这边有个横线 有个横线在这里 横线点下去 然后呢 你就会点一下 就会画出横线对不对 好 那在横线放下来的时候 你上下抖动 像我这样子上下手 这样子微微的抖动 微微的抖动 然后呢 去扫过去 扫过去 像譬如说今天在这 对不对 那因为今天还没结束 那我们先以昨天为准 在这里 昨天的位置放这里 看一下过去有没有类似的位置 我们就看一下放这 然后呢 我们再放什么呢 再放往前放 往前这里是在这里 好 好 那在这里 然后再往上就是在这边 好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说 昨前一天 跟大前天呢 他并没有明显的什么 累积出一个比较大的高峰 他是一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厚厚的一个这样子 一个平原这样子 也就是说在昨天的情况里面 跟前天的情况里面 我们就比较难判断 机构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比较看不出来 因为你也可以这样子认为 就是说市场上多数的机构 还没有共识要一起进去买 或一起进去卖 就是机构还没有进来 这样子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去解读 你也可以这样解读 所以你还观察不到 你还观察不到 或者是机构在这边 有很激烈的去杀进杀出 这都需要再 我要再讲更多 你们才能慢慢来判断 这样子 好 所以我放进来 然后我们再往前继续看 这里的控制 在这里往前的高峰这个位置 那他有个术语 这个术语叫做控制点 那以后也会再讲 那因为我已经习惯讲这个词了 就是说这个最高峰的位置 就叫做控制点 Ctrl Point Ctrl Point 好 所以我们就放上来 那你会说 像老师你看 这边有个1.16 前面有个1.1598 1.1598 都是他的高峰 那我要怎么办呢 那请以最新的为准 最新的为准 所以三个高峰都很接近 我们就以1.16为准 1.16为准 好 那你又发觉 像这边的这个高峰的位置 是什么 它是一个很整数的关卡 是1.16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常看新闻 我自己像我都会看 这个彭博的新闻 那你会发现 就是彭博新闻 都很喜欢讨论一些这种 比较关键的数字 同样的在银行跟保险公司里面 他们很多的商品 也是联动这种整数的数字 譬如说你今天要去银行 去换这个钱 或者是你要去买个什么样的商品 它不可能会报给你一个很奇怪的数字 说你只要低于多少 1.153478之类的 一定是一个整数的数字 对不对 大家在买房贷买车贷 你的利息也会是一个整数的数字 不会是什么1.2345之类的 一定都什么1%5%之类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像这种整数关卡 你会特别容易发现 特别容易发现 这样 好 所以我们再往前再继续放 我就顺便帮大家补充一点资讯 补充一点资讯 所以我们再往前放 一样上下抖动 看到两个 这边又一个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画面 这边左边有一个 这边又一个 这边又一个 高峰位置 以右边的为准 然后再往前 这个是一样 这个是在这里 对不对 对不起 我放到直的 好 我们再往前继续放 放到这里 往前这样放 OK 好 那我们大概就放到一个画面 看得懂的了 好 那你看 我们要往前看 很神奇 你有发觉 在前面几天也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也是在这个位置 有一些高峰 有一些高峰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也是有一些高峰 对不对 有一些高峰 好 因为机构在做决定 的时候 他不是会很 对时间很敏感 所以他的进场价位 一定是什么 进到他的成本价位 他的守备范围里面 他才会去采取一个行为 所以机构会被动的 在价格抵达 他的成本价位的时候 做反应 OK 做反应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往前看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 再放更高了 像这边的话 就是在这里 比如说这里 可能这里都是 对不对 我们就以这里为止 好 然后这边 然后我们把它放上来 对不对 然后把它放上来 在这里是这里 有点尖这样子 把它放上去 好 所以我们是就会把这个市场的走势 分成什么 分成一格一格一格的感觉 而且这一格一格是什么 它的宽度大小是不一样的 宽度大小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就这样就放完了 好 放完了 好 所以这些高峰位置就是什么呢 就是机构的一个成本的价格 所以成本的价格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 来 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刚刚的那个 这个 这个第一份的 这个 第一部分的内容 如果今天机构的成本在1000块的黄金 对不对 好 价格往上到1800 那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机构会什么 机构会在这边做一点调节 所以价格就会被拉回来 好 拉回来到什么 到机构成本价位呢 会被拉平 对不对 拉平之后呢 就会给大家有些希望 所以这时候呢 可能又会再往上一步 好 这个过程呢 我通常把它叫做 净价 净价这样子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看成叫做拍卖 拍卖 就是每次的喊价 所以喊到1800 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拉平了之后呢 买方跟卖方就是什么 买方跟卖方就有共识 知道说黄金原来可以到1800 对不对 那他就有心里有个想法 就清楚说 OK 现在大家可以认同到1800 那这时候如果买方力量够强 可能就往上再往上推 然后可能会被什么 被机构再进一步什么 获利了结回来 对不对 就又更高了2000这样子 那他就会给什么呢 他就会给这些散户呢 给各位呢 有什么样想法 我就觉得 其实搞不好可以再上去 所以价格就可能会再上去 所以也就是说呢 价格的这个涨涨跌跌 你一定要围着什么价格看 你一定要围着机构的成本价格看 来 就是我们就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来看个实际的例子 看今天 看今天 今天的价格 好 在这边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人呢 你想要看我刚刚讲的 那个拍卖的过程 那你就可以把欧元美元呢 开出来 然后选择这个一分钟的线 那不好意思 这萤幕有点亮 我把它改一下 好 然后呢 我把它换成这个线 然后 一分钟 一分钟就是很短 对不对 时间尺度很小 然后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快速的把画面调整一下 好 OK 好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过程 好 那我们把什么呢 我们把我们的 刚刚讲的这个高峰的位置呢 把它放上来 高峰在哪里呢 1.1641 假设我们不知道今天 那我们就只知道昨天 那就是1.1641 好 所以我们就把线呢 放上来 在这里 好 1.1641 好 1.1641 OK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大家在看盘的时候 现在有这个指标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高峰位置呢 把它用线放上来 放上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市场的什么 市场的这个拍卖过程 好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市场的价格在哪里 好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好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价格从哪边开始呢 价格从这边开始 好 往上 对不对 你已经现在已经懂了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拍卖过程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价格 你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像他的这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机构成本价的感觉 然后呢 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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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拍卖之后就是什么 拍卖上去 好 这样子 好 所以你就有这样的感觉 好 那昨天的什么 昨天的这个高峰位置是在这里 对不对 昨天高峰位置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辅助你做交易的话 假设市场涨到一个高度 好 你要干嘛呢 你的各种指标告诉你 你应该要买进 好强的趋势 要买进了 那你在买之前呢 请三思 你有沒有距离机构的这个成本价位很近 因为一碰到机构的成本价位 就会干嘛 就会被机构开始什么 做他的进货 开始补货了 对不对 机构成本价位就开始补货了 所以当价格一上来这边的时候呢 就开始干嘛 开始补货了 对不对 开始补货了 开始补货 好 补货 在这边补货 然后呢 补完之后呢 就开始有一波什么 一波一个涨势 可能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往上 那机构就开始补货了 这样补货 但所以我怎么判断机构呢 很简单 就是说机构的多空在决战的时候 通常会呈现一个非常高的这样子上下震动 那如果是种比较直的一个往上 通常就是可能是比较散户 或者是少数的机构在驱动这样子 好 所以就什么呢 你看拉回来到什么 拉回到控制点 对不对 控制点这边 对不对 拉回到控制点 然后呢 然后回来这边 然后往下很深 然后呢 往下试探 是不是可以往下 没有 那又往上再试探 然后再碰 再碰 再碰 所以就是什么呢 三次的什么 三次的竞价失败 对不对 就是说第一次我喊到了这个1.1645 就发现就什么 被机构拒绝 好 那这时候买方是什么 买方的心态就会觉得灰心一人 对不对 那这时候又有些人要买 又把价格吵上去 但吵不上去又更低了 对不对 对不起 有点小吧 放大一点 好 就是这样子 很卡吗 还是很卡吗 看一下 好 还是很卡吗 大家会很卡吗 很卡的请留个言 那如果太模糊了吗 好 那可能请大家辛苦一点 然后那我们之后可能再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技术性问题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 好 对不起 那我就先讲了 那这个问题以后再看怎么调整 好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来看刚刚这里 然后第一波竞价上来失败 对不对 然后你又发觉一碰到之后马上回来竞价 然后失败 对不对 然后上来竞价失败 然后穿过去 往下方竞价 下方竞价失败上来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往下一个很大的竞价 对不对 来往上 大家看到在哪里刹车 在哪里刹车 是不是在这里就刹车了 然后在这里开始 这里就什么呢 就是竞价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前面的几波竞价 往上 你说往上不行 好 那我就往下 你又说往下不行 那你就会干嘛 你就两手一摊 那到底要我怎样 对不对 所以散户就会在这个时候 比例就会退出 比例退出之后 剩下机构买方跟卖方 在这个市场上 对机构买方来说 他就是要稳稳的买 对机构买方来说 他就是稳稳的卖 那散户有点想尝试 但是打不过 所以这个买卖就会上下上下上下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一个局面 然后就这样上下震荡 然后再往下去竞价一次来 是往上又碰到这个位置 昨天的控制点 对 就是这个高峰的位置 然后再往下竞价又上来 然后突破下来 这样子 好 下来往上再下来 你看这又碰到 现在又下去 所以现在在干嘛呢 现在又在第二波的排卖 所以第一波的排卖在这里 第一波的排卖在这里 现在是第二波的排卖这样子 OK 所以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 你有了这个高峰之后 你看市场的走势 你就会比较大的了解 就比较大了解 而且你会发现 价格有可能会在这边 这样子上下震荡 也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做反弹 做反弹 对不对 做反弹 好 所以如果今天在穿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高峰位置 到底主要的机构 是买方还是卖方 但如果今天这样子往上碰到 就反弹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判断说 这个位置可能主要是由谁控制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主要是由卖方在控制 好 那这是比较后面的观念 那我今天先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那接下来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碰到这边就直接拒绝 碰到这边就直接拒绝 那代表说什么 这边已经很强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慢慢判断出来 机构在这个成本价位 到底是买方多还是卖方多 是卖方多 所以我们就判断价格 可能往下机率是比较高一点点 好 那这个是一个很小时间尺度的 这个判断跟学习 这样子 判断跟学习 那只是让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高峰 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到机构的成本价位 是怎么样在主导市场上的一个关系 那有在了解支撑跟主力的人呢 你们可能就会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压力跟什么压力跟支撑到底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历史上的什么机构成本价位的高峰来的 基本上大概都可以这样判断出来 OK 所以我们现在再往回看 我们再往回看 好 往回看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 我们看哪边呢 对不对 我们看这里 你看 这里是不是一个很强的什么 很强的这个机构的成本价位 对不对 在这边有个高峰 所以这个位置 你又发觉下来碰到就被什么 被拒绝 或者是说我就讲 就是碰到这个位置之后 就反弹 反弹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做交易 你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横线跟直线当做什么 一步一步的起 价格没有到那个位置之前 那个反应都先不要理他 价格到那个位置之后 我们再考虑这样子 就是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做一点判断 好 所以轮廓放上来 横线放上来 把高峰位置标出来 你自己做交易就可以做一点帮助 做一点辅助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那我们先把它停掉 那我还是回来讲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简报的部分 好 好 所以就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好 那无声的话 你可能看要不要重新读取一下 可以吗 就请大家再重新的这个 读取一下 不好意思 比较辛苦一点点 大家弄一下设备这样 大家有反应就直接反应 那如果是大家都反应的话 那我就知道是 是这个这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好 对我已经讲完了 好 所以这个Meta Trader呢 FS Trading这个呢 就他已经内建这个市场浓廓的指标 所以大家就可以这个使用 大家就可以使用 好 那最后就是这个QA的时间 QA的时间 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这个提出来来交流讨论的 那今天是第一堂 所以呢 大家就尽量学习 那可以尽量多多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讲 就是思考一下 那这些资料 你们应该都可以把它抓下来 所以你们可以再多看几遍 或多想一下这样子 好 OK 好 那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可以聊的东西 可以聊的东西 或者是可以 你觉得刚听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 OK 如果大家以后还要这个 这个多了解更多市场轮廓的资讯的话 可以考虑在这个FSTrading的相关活动 就是密切的关注 密切的留意 那也推荐大家可以来做一点这个规划 资金配置怎么做 OK 是用哪一个指标 我们会使用市场浓廓的指标 那Al问到说资金配置怎么做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说我们要买哪些标的 还是说这个停损停地怎么设定 然后这个Al 看能不能把问题再帮我厘清一下 那正一合呢 这边我们在这里的资料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这个市场轮廓 市场概况的资料 那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份资料 那这份资料里面有一个指标 叫做市场概况 市场轮廓 你可以把它抓下来这样子 在这个中间下面这里有一个资料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抓下来 好 OK 停损停地怎么样可以这个设定呢 好 那我们就可以回来刚刚的这个表来设看 对不对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思考一下 消化一下 然后呢 也可以顺便提出来这样子 今天没有特别的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就尽量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 如果你刚刚已经有我刚刚的想法 我们就知道一件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机构的成本价位 通常会把价格干嘛 把价格拉平 我通常不会讲到就是支撑跟这个压力 我通常会比较把它想成就是说 那他就是一个会把价格拉平的地方 拉平的地方就会让什么 让大家的信心受到什么 信心受到质疑 对不对 你就会怀疑还能继续涨吗 还能继续跌吗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你一怀疑的时候 市场可能趋势就会相反 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去参考什么 参考这个位置去做什么 这种控制点 然后这种高峰的位置 来辅助你做这个TP跟SL 辅助你做TP跟SL 好 所以这个你的停损停引怎么做 我们假设 来你看 我们现在就看死盘 现在死盘就是突然间往下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位置怎么判断 很简单 你如果今天要放停损位置 你就看有没有放在这里 然后TP放在这边 好 这样 如果你要做一个sell的话 好 那如果你要做多的话 你可能就怎么样 TP可能 譬如说放这 SL放这 之类的 好 大概是这样 好 类似像这样 然后你的买单可以放在某个地方 看是讯号产生的地方 还是你可以放在这个高峰的位置 都可以 但是放在高峰的位置 你的心脏就要很大颗 你就要心脏很大颗 好 所以就是这样 可以吗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我们的高峰位置 来辅助你放停损停利的位置 就是做风险的一个管理 做风险的一个管理 尤其是一旦你看到价格 碰到这个高峰的时候 你等于说 碰到这高峰的时候 他会在那边停滞一下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赶快去做点准备 做点准备 就是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你不会就是直接 哇 怕 然后你的停损就出去了 然后 然后就就就结束了 这样 OK吗 可以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价格一直往下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看 价格现在是什么 现在就是 来你看 我们前面在讲这过程 对不对 好 在这过程中 好 在这过程中 好 这个高峰已经形成起来了 对不对 高峰已经形成起来了 好 所以跟昨天的高峰 是一样的位置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位置就会成为什么 这个位置就会成为机构的什么 一个反应的位置 好 这个反应的位置 所以在几次碰撞之后 从下面往上碰撞都碰不上之后 对 往上碰都碰失败之后 就干嘛 价格就往下 有一波新的竞价 对不对 新的竞价 那我们可以预期这波跌 会跌到哪里呢 我们可以预期对到哪里呢 我们再参考一下前面的控制 前面的这个高峰的位置 我们看到说 OK 在两天前高峰在这里 但这个高峰有很高峰吗 有很集中吗 没有 对不对 它是一个很平坦的一个 所以这个高峰的信任度 比较没那么高 比较没那么高 所以就是你刚刚到价格一过就过 一过就过 那你说我一定要看高峰吗 那你也可以看这个每一天的轮廓的什么 这个次次高峰 比如说像这边这个位置 还有这边这个位置 这样子 这边这个位置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要看 价格如果碰到这边 就是第一关 对不对 那价格再往下 就是第二关 这是小boss 小关卡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大关卡 对不对 大关卡 OK 大概是这样 好 OK吗 可以 所以你会发觉 当你把这个高峰放进来 你对市场的这个上下震荡 你的了解程度就会非常的清楚 这样子 非常清楚 好 有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吗 谈论资金庞大 对时间不能感情 我想请问老师 拜赛教育员的激进家 下一个方法 是不是就会打乱这个市场轮廓的可靠性 你可以这样子讲 你可以这样子讲 对你可以这样讲 你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这样判断 对 但是其实比较困难 真的蛮困难 的确在日内里面 在一天里面是比较容易会 会有可能 但是在日轮廓以上 比如说在周轮廓或者是月轮廓上面 相对比较困难 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 但是在日内的确是有可能 在日内的确是有可能 外汇市场比较困难一点点 原物料 黄金那些会稍微比较容易 尤其是像黄金跟原物料 这些东西 就是更进一步受到一些其他的条件 像国债 或者是一些景气的问题 一些通货膨胀的问题 市场轮廓的可靠性 就是也有可以帮助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市场轮廓 开始不太可靠 或者是不可靠的次数变高的时候 大家就要去认真学什么 学总体经济学 所以你今天学总经来辅助 做交易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的市场轮廓 已经好像有点 你这几天根据市场轮廓做判断 好像都不太顺的时候 可能就要注意 会不会是价格以外的资讯 在影响这个市场 那你说会不会因为单方的 这个by side的这个激进 这样来做影响 我觉得相对比较难 外汇市场比较难 我反而觉得是像这种 比较大量的这种 sell side或者是说少数的by side的 这种集体的机构反应 还是会影响比较大 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个问题 是说散户的这个买卖价差 或者是佣金都比较贵 但对机构来说 他几乎是没有买卖价差 某种程度几乎 或者他的佣金是极低的 所以对他来说 在那个很小的价格变化 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样 所以这种小的价格的movement 就这种移动 是对机构来说 他是会特别容易去去面对 去处理它 OK 好 那看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 那如果我们在两分钟之内 如果都没问题 我们就把它结束 这样子 好 那也希望大家能尽量去这个 fstrain.com 那未来呢 如果想了解更多市场轮廓的使用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搜寻一下 你会神奇的发现什么 你会神奇的发现 这方面的资讯真的很少 对我自己是非常讶异的 就是在中文世界是非常少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特别珍惜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事件 我也不是在夸大海口 但是你会发现中文的资料 真的相对少很多 相对少很多 OK 好 那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待会8点 我们再等个一分钟吧 OK 请问老师 成为一名经经理人 该从学习什么样的知识 或技巧开始 如果你要进到这个行业的话 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现在真的竞争很激烈 因为就是 怎么讲 因为世界上的这个 怎么讲 因为这个行业还是有点 被大家会有点憧憬 所以竞争会很激烈 所以你要讲一些比较抽象 就是英文能力 国际视野 学经历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一个 有企图心的一个实习的经历 或者是一个工作经历 或者是一个成长的经历 这样子 但是如果您说 我只是要做trading 然后我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 这个account manager 就是一个账户的管理 或者是基金的管理人的话 基金的管理人 或者是我想要把我自己的钱 像基金管理人一样 去管理的话 我觉得基本的像这种 市场轮廓知识 当然是一定要的 那就是我强烈建议这样子 那额外的就是什么 就像一些总体经济的知识 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当然一些基础的技术分析 也可以知道 那我个人推荐你至少可以学习几个东西 那第一个东西就是支撑跟压力的概念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些人听过 那形态学也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形态学 就是说这个价格的走势价格行为 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形态 比如说是一个什么W 是一个M之类的 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什么呢 这个通道的概念 通道的概念 通道 通道的概念 就是这几个大概就够了 这几个就够了 那你当然可以学更多的一些技术指标了 那我是觉得 相对来说帮助没有太大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风控的技巧 那风控的技巧真的很复杂 那个就是还有一些数学的东西 那这也是一般人比较难了解的这样子 我觉得你要把你的这个想法 更具体一下 变成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可以达成 你目标想要达成精力精力的 那你有没有在前面有几个步骤可以做到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子规划一下 那我们也可以以后再来聊更多 聊更深 好 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好 OK 那我们再等个一分钟吧 到8点10分 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那我今天讲的很慢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 多咀嚼一下 多消化一下 好 多咀嚼多消化一下 OK 好 那没有问题 我就结束咯 好 那大家剩下如果要去看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这个 这个记录的话 研讨会的记录的话 你可以去这个 我们现在在讨论区里面有这个连结 那大家可以到连结上面去看 这样子 连结去看 好 那未来有机会 我们也可以再聊更多其他各方面的资讯 好 那我大概就讲到这边 好 那我大概就讲到这边 OK 好 那就大概是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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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